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我不理解 其实我那个时候说的还是说他们网上骂人的事 但是这两天真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事啊 我说的是什么呢 说起来有点敏感 吉林这个大钢铁公司通化钢铁公司 这个马博士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们国有的大的钢铁企业 员工上万员工上万 那么这几天不是发生那边吗 就把一个人打死 把一个总经理打死 我跟你说他这个来龙去脉很有意思 有一个著名的民企 说是总部设在北京叫建龙集团 又听说这民企大概跟唐山有点关系 说什么大地震的时候 他们捐款一个亿呢 就这个建龙集团 那么2005年 我是根据这个国内的报道上讲啊 2005年这个建龙呢 在吉林这个政府还是有关方面的这个这个牵头 还是怎么怎么协调下 入股 这就是人家说的国有资产 逐步逐步的跟这个民营资产之间的这种这种关系 那么他入股那个时候好像入股是40% 然后呢 哗一下这总经理啊 管理层啊就都进来了 都进来之后呢 工人就不满 有的工人就讲 说他们这个总经理年薪拿300万 什么各个部门的那个高管呢 什么的就主要管理者都是建龙的 说是年薪都得百万 可是工人呢 说我们越挣越少 有个统计说去年他们的月工资 人均工资工人是2000块钱左右 对吧 我也不知道在当地2000块钱是不是少 但是他们说一个27年 工作了27年工龄的这么一个退休职工吧 在去年底的吧 一个月只能拿到200块钱的收入 是退休金200块钱退休金 我具体不知道 现在媒体报道这个各方面的消息来源 而且还说工人们还说 那个你想吉林的地方多冷啊 说去年冬天闹得我们都没暖气了 那大人是个人东不可人 对吧 然后呢 据报道讲 说是今年三月份金融危机了 看这钢铁这个形势不行了 说是这个建龙啊 他撤 就撤了 可是呢 到了什么六月份 呃 钢铁形势又又好了 那么有盈利了 好像是 说有盈利了 他又入股 这一下掌握绝对控股权 好像超过了五成 嗯 这下这个工人就不干了 就是说打着那个大标语嘛 说这个建龙什么滚出通钢去 然后呢 事实上就就停工了嘛 因为工人都都都都都都出来闹嘛 然后呢 这个话一下 他就这个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也也也 我不知道说可怜 这个总经理 据说他就是这个呃 一年年薪拿三百万的这个总经理 嗯 跑到一个分场 就跟工人谈判 说复工嘛 结果发生了口角 什么口角 咱们不知道了 但是就是说 是不是呃 怀疑他可能说过 就是说这个这个呃 你们要怎么着就下岗 这样的话 就是要干就干不干就拉倒 就可能是类似 一群工人把他拖到走廊里 嗯 就暴打 但是我觉得这个惨状之惨呢 嗯 这个政府出面了呀 这个武警啊 公安啊 甚至包括那个医疗队 医疗车都来了 按说这个人不应该死的 你知道吗 都来了 可是这个工人和工人的家属 挡在外面 里头就在打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总经理 哎呀 你要活活把他打烂了 就说这个死状 惨不忍睹 就是几个小时之后 送到医院死去 嗯 那么这个这当时怎么办呢 然后据说是到 晚上通过电视 政府方面也讲了 就说这个工人们 这个这个放切啊 就是建龙撤出 然后永不参与 这个通告的 这就是政府的干预 就说 呃 重组 一个解决办法吧 反正就是咱们看到的报道 是是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 那天我听这个何亮亮 在在他的那个节目里还讲 是说过去吗 说有这个工人 就说是是自杀的 是吧 无法忍受 无可忍 这种 但是说这次你看 他不打死你 我死不如你死 他过去是自杀嘛 好像回到了那个 矛盾鞋子叶的 那个事 嗯 这不好说 打打打打 把那个总经理打 整个这个前面这些事情都 其实都蛮容易理解的 这个国退民进 呃 工人利益缺乏保障 啊 这个工人就就抗议 整个这样的事情到处有发生 但这件事情有两点 我是觉得听到消息有点不安的 而且有点想不明白的 一个就是说 政府这么快 就宣布说这个民企 不能永远不能进入了 嗯 那这个是因为这个民企 进入当初就不合法 有猫腻 有问题呢 还是说因为工人的反弹 就政府就干预了一个商业的行为呢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么快的 这么就宣布的话 因为假如说是这个 这个商业进入这个国企 有问题的话 嗯 你应该去查他的问题 有问题去查 你如果不管你有没有问题 一旦有的 一旦闹事了 我就把它停掉的话 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它会产生很多民企 进国企的 还是无法查 但是呢 另一方面 间接的鼓励 对 群体实践 咱们离那个事啊 离得太远了 那就是说呢 你也不好对那个事情的具体情况 咱不掌握 但主要我就说呢 呃 他就有些记者 他是听工人说的 我就发现啊 要不北方人跟南方人 就是不一样 北方人 他懂国家大事 在公司里 他懂公司大事 那他不像南方一个打工仔 他就管着自己挣多少钱啊 你看说那个工人 有的工人跟记者聊 说是这个建龙 这个原来从2005年什么到到到今年三月份 说他们叫怎么着呢 这个侵吞什么什么什么通刚 说是通刚亏了一百多个亿 他建龙盈利一百多个亿 但是工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具体的 那个可是文韬你说那个工人在公司 要懂得公司的大事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正确的做法呢 因为我们回看东欧哈 东欧在90年代有一波的改革嘛 也是把很多的国有企业把它转出来 可能变成纯粹的民营 民营或说跟民营的公司有个混合 当时就曾经讨论过 讨论过一个什么呢 什么什么叫做国有企业 后来呢基本上就同意 国有企业的意思有两个层次的 第一个是说他的拥有权 他的利润 他的资产的掌握权是国家的 国家的意思就是所有人的嘛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 国有企业的也是大家 自然他不仅是拥有权是大家的 参与权也是大家的 而具体呢 就是那个国有企业里面的工人 因为那些工人这是人民嘛 这是百姓 用内地的说法就是群众 是工人 我去大陆去大陆去多了 就学会这些几个字 所以意思是说 假如我们不敢要求说 普通的民营企业的参与者 有什么对于公司的未来 有太大的说话的余地 可是对于国有企业 我们是不是一般是说 容许有比较大的空间 给他的工人 可以来参与 可以来做一些 不要说做决定 至少他有发言权 或说有一些很基本的保障 能够保障他的福利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看回这个事情呢 我们当然目前的资讯都不流通 不透明不清楚嘛 那可是看假如一个民营企业 这么大的事情啊 加不加入国企 这个又进又出又进又出 是几年间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们有理由相信 可能对工人来说 基本上就是一点保障都没有 所以才会说压下来那种愤怒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也少少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你保障公民利益 政府要有系统的政策法令 就现在这种就有点头痛 就是紧急事件 紧急处理 我知道他们大概的一个 前些年不是什么管理层收购国企吗 我知道他们大概的运作过程 有一位我不讲具体公司了 有一位大的国企的老总 跟我详细的讲这个过程 其实道理很简单 当然他们具体的技术很复杂 但道理很简单 假定说我们在一个大的国企 我们在国企有一万人 我们现在市值有十亿 对不对 我们是管理层 我们发行股票 他把它分成比方十万股 每股一万 让大家工人来买 好了那么大家都买 但是有很多工人是买不起的 一万不万 那么当然了 你马家汇就多买了 东文汤就多买了 对不对 然后他买了以后呢 他就业绩下降 那你这管理层很容易 让这个公司做得不好的 没有没有 然后呢 他本来十亿嘛 十亿以后 这个就叫恶意收购 什么叫恶意收购 就是这样 他十亿嘛 他过两年 他找一个评估公司来 一顾下来说只值两亿了 他可能亏本啊什么 可能是真的都是捆本 你说要赚钱难 要亏本还不容易吗 对不对 搞得大家 然后这个时候 那股票 那假如有人买的一万块 不就变成两千块了吗 都亏了 那时候股票不要纷纷要卖吗 那你就拼拼收购 然后这个少数的这个管理层呢 就收购了很大部分的股票 你明白没有 还有他通过他的代理 然后他们掌握到了一定数字以后 这个表面都是很民主化的 都是合法的 一到了数字以后呢 他们做出一个决定 就说把这个公司 以两亿或者三亿 卖给你斗文涛的一个私人公司 私有化 就叫私有化了 然后这个卖的过程当中 一卖完了以后 一完成了以后呢 业绩碰上升了 因为当然也有些管理管理的好了 但是刚才的没看见的东西 你看那个估价的公司 可能中间大家有合作关系了 你知道地址都可以合作的嘛 对不对 这个报告 那么这个你公司 我看到那个高级 那个高层就跟我说 某某公司啊 转成了 我们呢就被狼仙凭他们捣乱了 叫停了 叫停了 你知道 所以这个中间工人的利益 如何得到保障 的确是一个问题 工人呢 工人呢 按说我也是工人阶级的 对吗 这就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讲到钢铁厂啊 我其实也特别感 特别怎么心动 因为我自己做过钢铁工人 是吗 对 我在上钢八厂 闸钢厂 上钢八厂这个车间 全上海有名 它在忽宁路桥的边上 当时 我很小的时候 没进这个厂的时候 就看到它叫钢花飞舞 这个火龙串来串去 当时算作一个 一个很蓬勃的景象 现在这个桥边呢 这个厂改造掉了 现在塑的是法国的柱子 是普陀区的一个样板工程 盖成跟赛纳河边上的桥一样 这个经非西比 但是当时的厂里的工人 我做了两年工人接近 我做了两年 其实工人 其实当时也是很苦的 四十多块工资 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把火红的钢条 几百斤的钢条 用车推出来 然后因为一部机器不好 你知道做的什么事情啊 就我很长时间做什么事情 就它钢条串出来 照理说的机器会把它弹出来 可这个机器不好 所以要在这个钢条快撞到那个点之前 我们要用手摁一下 帮助它弹出来 这个摁的时间要急精确 你一挽了 它就撞头了 前面就乱了 你一找了 它也坏了 所以我们整天就高度集中的 按那个东西 很苦 我的肺肺那个 那个那个 不好啊 就那个时候出来 我告诉你怎么样的 你是赤膊 穿一件工作衣 零下多少度 零下多少度 但是前面因为是火热的钢条 非常热非常热 紧靠这个这么大的鼓风机 没有这个鼓风机 你没法站在这个钢条前面 可是那个时候工人感到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工人阶级啊 在社会上你是 你是主人翁啊 没错 你你你你 我自己很苦 我的同学来看我 都跟我说 别抱怨了 你是 你你现在就是铁饭碗啊 你43块啊 所有人都来 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工人上班很苦 下班 骑一执行车 头发碌碌 就是很神气 没错没错 今天2000多块 为什么觉得这么苦啊 因为今天社会 你看看那个那个陈国军 三百万 对不对 那很多的人 只懂今天的苦啊 除了说三百万跟2000块的比较以外 就是刚你说对了 当时是觉得说 我是工人阶级 对啊 我用马克思的说法 就是说 我投入生产 我没有异化这种东西 不会异化 然后我掌握了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 而且有一个理想来召唤你嘛 有个很大的理想 我投入整个国家的进步什么 当时是有这个精神在 所以就算当时啊 整个薪水有差距 他也不会感觉太痛苦的 他有那个满足 现在是没有了吗 没有这个精神满足 陈丹青就是讲你说的这事 就是当年这个上海啊 在他们孩子的眼里 工人阶级是很有样子的 那感觉就是 整个就是社会的 就还是社会地位高 光荣嘛 而且呢 呃 这两天你听说 那个什么贾张科 他们几个导演 不是退出那个墨尔本电影节吗 他们要放那个热北亚纪录片 我都看 看贾张科说 他拍那个二十四成纪 他就是采访了一百多个工人 好像是什么四川那边的 他就是很感慨 就是说 当然他一个导演 他也不太懂这个这个经济 他只是一个感慨 就是说 咱们这个转变的过程啊 可不可以不要让这个工人阶级 那么一落千丈 可不可以照顾他们一些 或者说是慢一些 你看他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感想 比如说他说 我看一个国企的那个那个工人啊 他就说这个工商手指头 给给断了 他说我跟他采访的时候啊 那个工人说在很长时间之内 他都以为等着他这指头长出来 他以为他断了这个指头会会长出来 他真的意思就工人的这种 这种安全教育 或者安全的这种保障 对 你不知道最近又又出一事吗 开胸厌肺啊 郑州一个什么厂 我听到 特耐磨材料厂 好家伙 那个陈肺病 肺里都是陈土 他到那个职业病什么鉴定所 这里边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职业病鉴定所愣说它是肺结核 就不是这个陈肺病 最后这工人 我觉得有点像拿板砖拍自己 那种街头卖艺的 非要找医院说你给我开胸 开了胸 做了切片 转上看见了肺里都是陈土 这是陈肺病了吧 这家国家什么各个部门 才重视现在闹出大新闻 那个时候工人没这个意思 其实也很多工商 也极其辛苦 可是真的就没这个意思 我那个时候还写篇小说呢 一直没发表 题目就叫工人阶级 我是怎么呢 我就是带着我们理论上的工人阶级 这个概念 我到厂里 我是钢铁厂啊 我就一个个去找 后来发现一个都找不到 所有每一个活生生的工人啊 都不能符合这个概念上的工人阶级 这一条 因为我会看到 你有的工人干活很好吧 他有时候会偷懒 有的会打架 吵架 有的做过工宣队 做过工宣队回来就傲得很了 他管过交响乐团了 回来就不肯好好干活了 有一个工人是干活最好的 任何时候他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发的这种纱布的手套 他一坐下来休息 就在补这个手套 这个手套坏了是可以领的了 他不领 他就补这个手套 我心想 这是最好的工人阶级吧 后来我也破碎了 原来他的工作毅力 找出七张摘苹果时候的剧照 他看了六遍 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 你知道吧 就是那些美女的那个电影 看了六遍 我当时的思想就觉得 这工人思想有问题 怎么一个朝鲜电影 看了六遍呢 他整天补纱布手套 这是活生生的人 广告之后见 这个打人的事到处都有 你知道 这两天在足球场上 我觉得打出花来了 全运会的这个天津队跟北京队 然后呢 最后反正是天津队输了 但是这个裁判呢 就是中间就罚下天津队 撒队员 然后比赛刚一结束 天津队的一个队员 废追打这个裁判呢 追出一百多米 警察拦都拦不住 全场鼓噪 然后你知道 就是说 你可以看看这段视频 追出这个裁判一直跑 你看 拦的是裁判是吧 这不是 警察保护这裁判吗 就那个蓝衣服的这 对 这裁判跑得很快 你看 追 说说说追出多少米 挺光致 好的家伙 你知道 没有你看 文涛你看这个片段 有没有注意到说 你知道当时 这个体育场里 不是这个 大高音喇叭 因为弹压不住了 高音喇叭还在广播 冷静冷静 队员们 要考虑你们的运动生涯 要考虑你们的未来前途 大喇叭里很广播 没有我刚说 那个看那片段 虽然是低清广播 我们看不太清楚 低清增加真实性 对 很有感觉 马上看下毛片 可是我注意到 他们好像每个人 没有太紧张了 不一定是因为广播 而是说习以为常 因为这种打架 球场打架事件 假如第一次打 大家很紧张 好像打多了 你看那个求证 被追着的时候 他也跑得蛮从容的 你觉得大家 您那些警察 也好像又来 怎么又来 所以这个话题 其实可以把我们前面的 串联起来 当然工人有百分的惨 可是坦白讲 在很多社会 特别中国大陆 现在 不只是工人阶级很惨 我认识 农民很惨 自己觉得自己很惨 我认识很多媒体界的朋友 报社的人 也觉得自己很惨 我也觉得我很惨 怎么我们报社的领导 拿个两百万年薪 我拿三千块一个月 你知道吗 然后更惨 你还不敢打他 然后第一个是 感觉到那个差距 而且感觉到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个是说 好像没有什么方法 没有什么出路 找不到 比方说对于一些 自己觉得不太公平的制度 我没有机会去把他赶过来 让他这个怒气 所以就打裁判了 对 除了工人阶级 平常是每个阶层的人 每个纲位的人 压抑下来 那个愤怒 是非常大的 这样才 我经常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为什么接近一两年 很多书 这个不高兴 那个不高兴 那一类的书那么好卖 你知道吗 都不高兴 我们出本书 谁高兴了 没有人 根本没有人高兴 你这个被打死陈国军的家人 你想想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 而且工人呢 东北工人是老区 更加特殊 但是有一点 我是那么同情工人 但有一点我不理解 打死以后 他们放鞭炮清楚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